大家好,欢迎来到3D电影教学 这个单元要介绍TinkerCAD TinkerCAD是一个很简单好玩的3D建模软体 只要摆放集合物件调整物件之间的位置和合并就可以完成模型了 我们来看TinkerCAD有什么特色 第一个是基本的集合物件如正方体、球体、圆柱 直接抓取物件到工作面相当的方便 第二个是群组的功能将两个物件结合成一个物件或者是相减 第三汇入2D的图面和3D模型让你的设计有多样性 第四有标准的3D列印格式STL挡输出 如果想输出彩色模型可下载VRML格式 第五TinkerCAD有3D列印输出服务 TinkerCAD将你的作品列印出来并寄送到你家 第六你的作品可输出SVG格式作为脸色切割 第七TinkerCAD只要用网页浏览器来设计模型 建议网页浏览器为Chrome或Firefox 第八有云端储存到任何地方你都可以编辑你的模型 第九有强大的电脑冲击让你的设计更顺利 在学习区里面 TinkerCAD附设几个互动的教学 可以一步一步教导使用者设计学习 或到作品局Gallery下载或设计别人的模型 你就可以了解别人的设计的方法 这里有YouTube的影片教学可以帮助你学习 这里有热键的使用可以帮助你设计更轻松 在作品集里面你可以看到最热门的设计 或者是最新的或者是员工所推荐的一些设计 点选你想要看的作品 可以看他的3D视图 或者是你可以下载他的档案 STL档案 或者你可以下载模型 右下角有个Q&A 一些常见的问题 那像这边就可以告诉你使用TinkerCAD所需要的一些软体的规格 像这个网页浏览器的版本作业系统的版本 希望今天的介绍能帮助你更了解TinkerCAD 后续的教学会教大家操作软体 有任何的问题或想法请Email到3dprint.nchc at narlabs.org.tw 感谢收看